啊...餓... 啊! 叫外賣好了 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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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就決定是你啦! 來了!外賣! 耶! 耶! 外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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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嘿! 我在下邊 哼! 啊! 啊!外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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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要吃一個超級特別的東西 就是我們剛從外面拿回來的這個 是這樣念嗎 好啦反正就是這個中文翻譯呢應該是 加鍋 好不好 加鍋 好不好 好食鍋 那這個呢是一個 可以外送的火鍋 好不好這個我在網路上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然後我就把它叫來吃吃看了 其實我一直很好奇就是 因為我看它的那個說明好像說 因為可能家裡不會有鍋子嘛 那你如果沒有鍋子要吃火鍋 是不是還要再去外面再買一個鍋子 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然後我就看到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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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鍋呢 它好像連鍋子也會付給你好不好 我們就來看看 有沒有這麼久連鍋子都送給你了 來囉 那我們就來看看我們這一次的這個火鍋到底是長什麼樣的啦 好啦各位觀眾我們現在呢已經把它打開了 好酷喔 我第一次看到這種東西耶 好酷喔 來喔 我們一樣一樣拿出來給大家看好不好 喔裡面都還是冰的耶 哈哈哈 鍋子 哇真的送你一個鍋子啊 哇靠 滿屌的 欸它這個鍋子都還是冰的耶 好不好它到這邊也都不cribed 它到這邊也都還是 所以待會我們就會利用電池爐 然後在這個鍋子上面煮火鍋好不好 這個鍋子 再來我們看還有什麼 這個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那個調味醬料 好不好 火鍋的醬料 然後它裡面呢 它裡面呢有 有蔥啊 然後有辣椒 然後還有 好像還有蒜泥 然後還有它的附的醬料 好香喔 我等一下不管我要全部加進去 我現在 我現在超餓 我現在超餓 然後再來呢是我們的 哇火鍋料 超酷的耶 我真的覺得這個超屌 就是外送一鍋 然後自己來煮這個 我也是醉了 這我第一次遇到耶 超酷 再來是我們的 好餐具 餐具組 我的主食是這個 烏龍麵 好不好 我們 它可以選 好像有三種主食可以選 然後我選的是 烏龍麵 綠茶 不是啊 它是這個高湯 好不好 這是我們 火鍋的高湯 然後 濃縮高湯 然後要加水一比一 所以我們 就待會把這個倒進去之後 然後再把水倒進去 就可以 就可以完成我們的 湯底 好 再來就是我們的 蔬菜 蔬菜 我們這個是 湯匙菜好不好 湯匙菜 湯匙菜 跟我們的金針菇 哇 這桌 快擺不下啦 高麗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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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呢 各位觀眾 火鍋最重要的是什麼 肉片 好不好 登登 來來來來來 肉片 耶 肉片 肉片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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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來 那這個 還有嗎 沒了 掰掰 哇 爆扯耶 這個是怎樣 我們今天呢 吃的就是 桌面上的這些東西 好不好各位 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有什麼 超級多的 好不好 各位觀眾 這個 我也是醉了 那我們待會 我們現在呢 就來 把這個 高湯跟水呢 加進去 然後我們準備 來煮我們的火鍋啦 哈囉 各位觀眾 我們的火鍋 就要準備 來 料理啦 那我想 很想直接把全部都丟下去耶 啊不管 都丟下去吧 這個是 豆腐吧 玉米 丸子 丸子丸子 餃子 餃子 芋頭 啊芋頭 丟丟丟一丟就滿了耶 怎麼辦 怎麼辦啊 這這個 有一個丸子 我看起來很想吃 看起來很好吃 好 我們把丸子都丟下去了 烏龍麵呢 我們最後 最後再把它加進去好不好 這個是 一個完美ending的概念 這個是我們最後再把它丟進去 完美ending 吃菜 下去 開吃 火鍋 好吃 各位 就是如果你 一個人啊 在家裡 孤單 寂寞 覺得冷的時候 好不好 這麼聽起來很滷啊 來我們火鍋呢 已經開始在準備煮了 來來來 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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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非常的期待呢 那個牛小排的肉片 好不好 而且 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 它的這個醬啊 我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醬 我原本以為它是 那種 很台式的醬 蔥 薑 蒜 然後加醬油 但是不是 它的醬啊 是日式醬油 然後 加的是 蘿蔔泥 然後再加蔥花 加 辣椒 我跟你講 爆炸 超好吃 我超喜歡 超喜歡這種 日式醬料 好的各位觀眾 火鍋呢 這個 火鍋料啊 蔬菜啊 什麼的 都只是配角而已 好不好 那麼現在呢 在讓我們 當我們在煮配角的同時呢 我已經等不及了 我決定呢 我要先來 料理我們的主角了 好不好 各位 看看這個 這個油花的分布 哇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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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也要受不了啦 這個 哇 看一下 看一下這個 美麗的油花 好不好 各位 各位 不客氣囉 沒有跟你們客氣 我要直接下去 GO 那這個 牛肉嘛 我們就不用 算太久 等它稍微變色一點點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 把它撈起來 好不好 各位 這沒有開玩笑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各位 問一下各位幾次 你看 看一下這個肉 它在冒煙 熱騰騰的 熱騰騰的冒煙 這個大概真的七分手左右 淡一點這個醬 日式的醬汁 來囉 來囉 喔 好吃喔 這牛肉太爽了啦 各位 這個牛肉 真的是有那種 體會到了什麼叫做什麼 入口即化有沒有 而且它 一半裡面很多耶 它這個 像你通常 自己去火鍋店裡面吃 都沒有這麼多肉 受不了 這個真的 這個不行 這個 這個我頂不住 各位 這個我真的頂不住 這個這個真的很好吃 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真的覺得大家可以點一次 就是可以叫一次這種 外賣的火鍋 自己在家裡 你可能可以 帶著 拿著一杯啤酒 然後那邊播放著什麼 某某某 電影 然後 邊吃啤酒 邊吃啤酒 邊吃火鍋 邊喝啤酒 爽啦 而且 這個牛肉啊 加這個日式蘸醬 真的超級搭 就是它不是那種 很重鹹的醬料 那 它的這個醬料是帶有提味的動作 不會把你牛肉本身的甜 跟牛肉的味道 給蓋過去 好不好 這才是真正的醬料 醬料是要拿來搭配的 不然把主角給蓋過去 像台灣 就我也不討厭 但是像台灣的那種 可能蔥薑算很重 然後再加醬油 然後沙茶醬 加下去之後 你可能吃得到牛肉本身的軟嫩程度 但是你吃不到牛肉本身的鮮度 跟 味道 好 那麼 主角的部分呢 真的是很喜歡 牛肉 但是呢 我們火鍋配料呢 當然也是不能少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它的這個丸子啦 來囉 這丸子也很好吃耶 它裡面是 青蔥 然後 蘿蔔 的肉丸子 然後 它的那個青蔥跟蘿蔔在 在肉丸裡面 占了一個很特別的味道耶 就是 你一咬下去 雖然 滿滿的都是肉丸子的口 味道 但是 它那個青蔥跟蘿蔔的香味 從你的舌膳裡面頂上來 哇靠 好的 那麼最後呢 大家如果也想要體驗這個火鍋的話 可以在影片的底下 找到這個資訊 我會把它放在下面的簡介裡面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看 如果你真的很喜歡吃火鍋的人 或者是 其實它也有兩人套餐 三人套餐 就是多人份的 你不一定要一個人享用 就是 像我一樣 這麼滷的話 你再一個人享用好 好啦 你可以找人一起來享用 這樣子外送的火鍋 然後 你也不用出門 然後你只要準備 你只要有電磁爐 甚至是你 用家裡的瓦斯爐也可以 不用電磁爐 然後就可以在家裡享受到 一個很 完整的火鍋套餐 我個人覺得是 滿特別的喔 好不好 那麼 剩下的部分 我就要自己享用啦 我們下次再見囉 影片結束喔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在下面幫我點一個喜歡 並且在這邊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不捨得呢 啊